我这发型吹乱了都 这就是飞船 天上缺什么我们就给它送着吧 大家好 我是货运飞船系统总体主管设计师 我是董胜然 在我身后大家看到的就是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的船舰组合体 这次天舟六号在技术改进 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密封舱的容积变大了 以前后追段我们放的是舱内的一些设备 我们把这些设备下移到了推进厂 多出来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改成了装货的密封厂 这样的话呢 我们装货的容积提高了大约20%左右 第二个方面呢 在平台的配置上我们也进行了优化 之前我们天舟五号及之前的货运飞船 我们配置的是窄拨树中继终端 这次天舟六号开始 我们配置的是相控镇中继终端 这样做可以再不影响平台的工作测控能力的情况下 成本大大降低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主要是原器件国产化的比例大大的提高了 这次天舟六号我们上行货物主要分为三类 一类是舱类的密封舱内的货物 然后还有舱外的搭载的空间技术实验的载荷 还有在推进舱也就是下半部分的 给空间站补加 给空间站使用的补加推进剂 在国旗的下方 载人航天的那个标志上 主要是我们的推进舱 主要是有太阳电池液 以及锂离子电池 还有推进气瓶等等一些设备 在国旗的部分以及国旗的上方部分是货物舱 货物舱主要是有密封舱内 密封舱内的货物主要分为航天员系统 空间应用系统以及空间站系统 航天员系统包括航天员在轨的生活物品 衣服 节日用品 还有一些卫生用品等等 食品包括一些新鲜的果蔬 还有他们的一些食品 一些零食 蔬菜等等 神州15号三人成都已经在轨工作了五个月 天州6号这次上去 会第一时间将新鲜的果蔬送给他们 保证他们在轨的最后一个月 吃到新鲜的果蔬 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来完成在轨最后一个月的工作 我们货运飞船也能突出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能够天上缺什么 我们就给它送什么 然后在最上边是对接机构 主要是和空间站进行交汇对接的最主要的设备 现在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了 预祝天州6号任务圆满成功